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相信現在不少人除了桌上型電腦以外 像筆電、手機、平板這類型可以處理工作大小式的數位工具 都已經跟我們的生活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不管你是在外使用手機回覆工作E-mail 或是用筆電打打會議記錄 這些設備都有一個困擾著大家的共通點 就是他們資料的全面備份 這些日常工作所產生的資料可能散落在各個裝置上 有許多資料是存放在Office 365 或者是Google Workspace上 常常很多時候因為手殘就不小心砍掉了 或者是硬碟壞鬼導致資料損壞 怎麼把它救回來啊 相信是很多人心中的痛 那這時候就有一個非常好用的服務 就是今天跟戴爾科技合作 要跟大家介紹的叫PowerProtect Back Service 簡稱叫PPBS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服務呢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SaaS的備份平台 將資料定期備份在雲端上 如果不小心將桌機或筆電裡面的資料刪除了 或不幸遺失筆電 或者是不幸被駭客入侵 就可以去PPBS平台 把之前備份成功的資料把它撈回來 那這樣子是不是很簡單呢 但是啊可能有些人會問說 那我用一般的雲端硬碟不就好了嗎 這個答案老實講 對但也不對 對的是啊 確實資料的備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不對的是呢 備份是有保存代數的概念 您想想是不是在很多時候 想要傳個影片 一不小心容量就爆了 而且通常這種雲端服務啊 一個人可能會有很多個帳號 分享來又分享去的相當的麻煩 有時候要找個資料可能要切換帳號 切來切去花很多時間 才找到你要的資料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 整合性的雲端備份服務 可以一口氣將你的筆電啊 手機啊 甚至Google Workspace啊 或Microsoft 365啊 這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做一個備份與管理的話 那豈不美之之 省下的時間與精力 也許很多事情早就完成了 而且這些儲存空間的安全性 更是通過許多國際認證的喔 那麼今天為大家介紹的PPBS服務 就能夠啊非常輕鬆的管理 上述多元端點設備 跟SAAS應用程式的備份資料 這對公司的IT管理員也很方便喔 它能夠幫助啊IT管理員 對於管理的眾多員工電腦資料 進行集中化的備份管理 對於員工來說啊 因為操作簡單 所以啊 員工可以自行設定備份 跟自助進行還原 也算是一大福音 所以PPBS就是一個基於如此便利性的服務 那麼它到底是怎麼操作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因為PPBS呢 它是一個SAAS的服務 那使用起來就跟Google Workspace啊 或是跟OneDrive一樣的便利 而且啊它還有更強大的功能 無論你是使用任何裝置 只要你能開啟網頁 你就很輕鬆的尋找 你放在雲端的所有資料 那麼在相對應的裝置上 需要上傳的話 只需要在你想備份的設備上 下載專用的軟體 安裝以後啊 再登入你的PPBS帳號 就可以開始進行資料的備份 而且還可以選擇你想要備份的資料夾 設定好多久自動備份一次 最短啊 可以設定每5分鐘就自己備份一次 你去吃午餐前 設定要備份的資料吃完午餐之後 它就已經備份完成 它的備份狀態 會是你的電腦目前的電力狀態跟網速 來進行備份速度的調配 自動化高性能的備份機制 真的是不用讓人一直盯著它的進度條 那接下來呢 就可以自動進行資料的備份 當你備份完成之後啊 你就可以在你的PPBS帳號裡面 看到你備份的資料啊 無論是你的電腦也好 手機也好 雲端硬碟也好 都可以非常簡單的進行 匯入跟整理 可能有人會有點疑問 如果是雲端空間容量不足 那我部費增加容量就好了 或者是我自己架一台NAS 那不香嗎 當然你可以直接增加雲端硬碟的空間 但是呢 這種雲端硬碟的空間 並不會幫你做一個防禦性的政策動作 換句話來說啊 就是我只提供你空間 但是你資料如果不小心遺失被盜用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預先做好備份 那真的就是欲哭無類 神仙也救不了你 所以啊這也是很多人 為什麼不喜歡把資料丟在雲端的原因 因此啊這是PPBS的過人之處 那除了前面所提到 跨平台資料備份的便利性跟完整性以外 同時啊還對你的資料做一個保護性的動作 如果監測到異常的資料活動 PPBS可整合IT監控平台 能夠提醒IT部門去應對潛在的威脅 對於駭客攻擊事件頻傳的現在啊 資料的保全備份真的是不可或缺啊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PPBS的優點 即刻性的整合了所有SAAS應用程式 以及空間去進行一個資料的備份 同時他也加入了手機、平板、電腦端點設備的一個備份服務 並且基於一個SAAS的架構下 可以讓所有的裝置都可以非常輕鬆的撈到所要的資料 並且非常快速又簡單的進行備份還原 有備份就代表資料有救援的可能性 在安全性附會呢 除了有異常活動的提醒之外 還加入DLP端點信息洩漏防護 可以直接讓端點設備的位置進行追蹤 如果啊端點設備疑似了 除了可以從備份中去巡迴疑似的資料 也可以直接進行遠端資料的磨除 另外啊PPBS的服務也有獲得超嚴格的安全認證標準 無論是在便利性、互動性、安全性方面 都有著相當強大的服務 它付費機制是採用訂閱制 非常的具有彈性且親民 如果啊有這樣需求的企業使用者 可以好好的考慮一下PPBS喔 推薦各位企業老闆 可以採購給員工使用 全民一起保護資料安全 欸對對對 今天啊我們展示用的這台電腦 也是DALE的商用筆記型電腦 Latidoo 7420 2-in-1的一個筆記型電腦 Latidoo的最大特色就是它保有輕薄的特性以外 還搭載了第11代的Intel處理器 穩定可靠的運算效能 同時啊它也有著超長的電池續航 此外啊這台Latidoo 7420 2-in-1呢 它的螢幕大小是14吋 搭配了FHD的顯示 同時啊還搭載了一個 ComfortView Plus的一個技術 是可以減少電腦所帶來的有害藍光 可以保護你的眼睛 而且啊它的螢幕還可以翻轉 外出在這台筆電 出一根客戶討論事情 真的非常的方便喔 最重要的是呢 它還有DALE獨有的AI智能調教技術 DALE Optimizer 讓許多原本需要複雜程序的操縱 變成更加的智慧好用 無論是網速分配 音頻降噪 攝像頭的一個智慧運算 效能優化 電量分配等等 都在DALE Optimizer的一個強大運算下 讓筆記型電腦也有更優異的效能表現 在這邊呢 也推薦給時常需要移動辦公 並且追求輕薄筆電的一個使用者 如果想要更進一步的了解 DALE的筆電工作站或桌上型電腦 可以到下方的活動網站 看到更多的相關資訊喔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